即使是口香糖也会在开卖之前进行测试 像核武器这种世界上最强大的兵器当然也不例外 自从第一个核子武器出现以来 无论是已经成功或者是失败的 至少都要经过数十次的核试验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Top10频道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将会带各位参观一些最有趣和最壮观的核武器试验 在参观完蘑菇云之后 还会去探访海绵宝宝 在这之后 再看看令人堂木结舌的性感轻薄女用泳衣 是如何诞生出来的 对内容感到好奇吗 那就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原子炮发射 最后一击 解孔行动是美国军方于1953年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一系列11次核试验 2万1千名以上的士兵参加了这个演习 训练在面对核战争时执行任务的协调行动 并了解核武器在使用上的可能性 在这次的军事演习里面 M65原子安尼重型加农炮发射出了第一枚也是最后一枚的核炮弹 这台重型炮在发射场送出了一枚当量15吨威力的核弹头到11公里外的地方 试验成功之后 美国又制造了20多门原子炮 分别运往了韩国 日本和欧洲 这些原子炮中有几门释放在博物馆展示 其中也包括了原版的原子安尼 橙色先驱核试验 1957年英国试验了一枚核弹 这枚核弹的推进器是利用了刀川的核反应 这个72公斤重的小型橙色先驱在马尔登岛上爆炸 以个体来看 它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一颗炮弹 英国还有一艘百万吨级的大型橙色先驱大号 是拿来当作备用品的 因为它的尺寸并不适合弹道导弹的主体 所以严格来说 比较像是为了以防万一而打造的 1962年7月9日 在一个称为海星计划的项目中 一颗携带着核弹头海星一号的雷神火箭 从太平洋的约翰斯顿环礁发射升空 在距离地面400公尺的高空里 发生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太空爆炸 超强的威力达到了1.4兆吨 结果发生了强烈的电磁脉冲 但这根本就不是设计者原来的意图 电磁脉冲影响到距离发射长 1450公里之外的夏威夷群岛 也让大约300盏路灯和电话公司发生了故障 在当地警报系统大规模地被启动 家电用品的电源也被切断 在此同时 一场盛大的闪光秀开始了 爆炸燃烧了天空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分钟 极光在赤道的两边闪着美丽的光辉 夏威夷的饭店还举办了彩虹炸弹派对 来庆祝这一个盛世 受到影响的不是只有地球 太空也很不平静 三颗人工卫星立刻失灵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 至少有六艘太空船发生故障 这场大爆炸可真是气势磅礴 不过还有比这更猛的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欢迎来到比基尼环礁 比基尼环礁是以海绵宝宝的冒险 而为人所知 不过这并不是比基尼环礁出名的唯一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比基尼环礁也是美国在12年的时间里 进行了23次核武试验的地方 不过就这种模式而言 最重要的是1946年7月1日进行的 第一个名为ABLE的试验 在这个试验里面 投下了代号为吉尔达的炸弹 这个名字是名演员 丽塔海华斯所扮演过的角色 这个实验除了炸弹爆发之外 还带来了另一种爆发效果 仅仅过了四天 时装设计师路易斯雷德 就在巴黎推出了一款名为 比基尼的泳装 独特的设计震惊了世界 这种泳衣分开的两部分 是象征着核分裂的原子 现在制造和销售比基尼 变成了一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 这是ABLE试验 给时尚界留下来的不灭痕迹 工厂式炸弹 也该是时候要正式介绍 真正威力强大的核试验了 这些试验的过程都被摄影机拍到了 第一个就是在美国长青藤行动的 麦克实验期间所拍摄到的画面 这是于1952年11月1日 在爱内维塔克环郊举行的 一共有11,650名士兵和专家 参与了试验的准备工作 放置在小岛上的74吨重炸弹 看起来没有很像实用武器 倒是比较像为了收集数据而引爆的工厂 而且这场爆炸可是非常猛烈的 释放的能量约为10.4兆吨 而成为爆炸舞台的岛屿被彻底摧毁了 那里只剩下了一个50公尺深的爆炸坑 另外岛屿周围的地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首先试验场出现了一个直径超过5公里的巨大火球 爆炸产生的迅撞云升到了37公里高的上空 展开的迅散直径长达160公里 冲击波向四面八方船去 周围岛屿的植物全部都被6公尺高的喊笑摧毁 成为放射性物质的珊瑚碎片 宛如雨点般地掉落在震源3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船只上 身在伯克利的爱德华泰勒通过地震仪的毒树 目睹了这一事件 并向一位同事发送了一封电报 开玩笑地说一名男婴出生了 接下来在不到几个小时之后 这场核武试验的消息就被一般民众知道了 这次核爆其实还具有学术上的意义 科学家们已经收集了那座岛屿上方的气体样本 并证实了他们长期以来预测的肺核I元素真的是存在的 象征性的清淡试验 1954年3月美国政府在比基尼环礁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名为城堡行动的新试验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因为那里还包括了美国的三项威力最大的核武试验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介绍这三项试验 三大核试验之一是城堡行动的罗密欧试验 在这场试验中在上次试验造成的爆炸坑中心放着一艘舶舶 上面再有代号为小矮子的氢弹 在岛上进行核试验时 威力巨大的炸弹不仅会杀死所有的生物 还会把试验设备都摧毁殆尽 因此才使用了舶船 而3月27日所进行的核爆威力更是超过了所有的计算结果 11兆吨TNT当量大约是预期的三倍 虽然有点莫名其妙 但这也成为了流行文化中风靡的一种现象 这次试验所拍摄到的一张照片 还被反复地用来当作核试验的代表印象 就像是核时代的象征 如果各位知道这张照片的话 请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意见 即使是没有看过的观众 我们也很期待你的评论 距离城堡行动的罗密欧试验才过了一个半月 比基尼环礁再次成为了试验场 城堡行动的阳机试验 曾经制造过一个代号为Jughead的炸弹 但最后把它改名为小矮子 就和罗密欧试验中所使用的名称是一样的 而这个新的小矮子二号 是一枚威力为巴顿的炸弹 足足有原版的两倍 和以前一样 释放出的核能超过了估计值 达到了13.5兆吨 爆炸的十分钟之后 放射性物质云上升到40公里的高度 在实验期间的天气都吹着很强劲的风 上空12公里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20公里 这也加速了放射性物质的扩散 部分物质在四天之后达到了7000公里之外的墨西哥城 在进行阳基核试验的两个月之前 在同一个比基尼环礁 进行了美国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核试验 鹤彩城堡释放的能量是15兆吨 这也是瞎子 这个有着诡异名字的氢弹 预期释放量的2.5倍多 爆炸的一秒之后 纳木环礁上空产生了一个直径超过7公里的巨大火球 距离爆炸处的400公里的地方也能看到 爆炸的蘑菇云延伸到了14公里的高处 迅散的部分大概有11公里那么宽 纳木环礁还残留了一个直径2公里 升76公里的爆炸坑 放射性物质飘落在附近有人居住的岛屿和船只上 在澳洲、印度和美国本土都观察到了放射性物质 连欧洲也不例外 舆论强烈地指责这场人类历史上威力排名第六的核爆炸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人们开始谈论起了核试验的危险 苏联的核武计划一直都处于高度机密的状态 但世界上最强大的爆炸还是被摄影机捕捉到了 这是1961年10月30日 在新地群岛的苏霍伊诺斯角核试验场中进行的 所谓的沙皇炸弹原文意思是炸弹的皇帝 爆炸威力超过58兆吨 这颗炸弹是从飞机上利用降落伞投下去的 而这台飞机也是为此目的而特别制造的 从距离震源1000公里的阿拉斯加和挪威 都可以看到核爆炸所发出的闪光 试验场也升起了高67公里 直径95公里的超巨大双层迅装云 这个试验产生的冲击波绕了地球三圈 因为这场爆炸的威力实在是太强劲了 试验场周围800公里内的建筑物窗户都被震碎了 完全被损坏的区域面积相当于巴黎 这也包括了郊区 由此可见影响范围真的相当大 虽然沙皇炸弹没有列入现役武器 但这场核试验的结果迫使苏联 美国和英国限制了自身国家核武试验的强度和威力 两年之后 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 太空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俗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现在让我们一起冷静下来 为今天这支影片做个总结吧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这支影片 考虑到核武试验对所有生物和环境 造成的危险和伤害 我们期望这些事情都将成为过去 真心的希望 世界上不要再有更多的核武器的相关影片了 如果你有跟我们一样的期望 就请帮忙按个赞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但我们很快就会再相见的 先在这里和大家道别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